新童飲食最難的就是下午的餐 因為要外出吃 所以選擇比較少 今天我找到一間可以綿轉菜底的餐廳 我們現在一起去吧 就是大家熟悉的淡仔米線 現在加3元就可以米線轉菜底 雞肉牛丸 生菜底 番茄湯米線 新童飲食最難的就是 你的另一半繼續吃米線 好想吃一口 今天就去了一間專吃魚的米線店 走米線變成魚湯 第二晚因為要出去工作 所以就在街上吃 一個很好的推介就是吃點心 哇 很棒 腸粉皮可以留給老公 這個炸豆腐很脆 下面還鋪了豆 很好吃 這個牛肉腸粉很棒 它不是碎牛 是一片片的牛肉 是一片片的牛肉 今天就來到另一間吃點心的店 今天第五天的晚餐 去了一間壽司店 壽司店平日都很吃壽司 今晚逼著我吃刺身 先來個肉脂燒 還有炸雞 晚餐找到這間十三衣 它就有一個 脆肉瓜麵 十三飛還是十三要 我要十三飛 它這個小青辣椒很好吃 不過超級辣 所以它的匙巾也是很小 千萬不要放那麼多 這個脆肉瓜麵呢 雖然是菜 但有吃麵的感覺 現在連威威威都出了新同餐單 沒有米飯套餐呢 就會由花椰菜代替飯底 就會由花椰菜代替飯底 還有它在廢的模型 新樓的模型 很多時候 因為它買到和汁 到現在ATV37 這個是紅咖喱慢煮牛辣條 配馬拉棧牛肉炒 花椰菜 泰式也是一個好選擇 如果外出吃 就可以吃雞翼 鳳爪 蟹 它還有些沙律餐 例如牛油果 鮮蝦沙律 燒牛柳沙律 大蝦沙律 金錢肚沙律 所以選擇都不少 還有些燒熱豬 燒雞 牛柳粒 這間也有很多食物 這間是海港城的 而且餐廳還看著維港海景 先來個淨牛軟牛肚湯 今天的短片來到這裡已經結束了 希望你們可以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